近年我和孙岩准备结婚 从很早开始我们就会看一看结婚用品 并且也买了一些结婚用品 除了疫情推迟了我们的结婚日常 还有另一件事就是孙岩觉得她很胖 跳舞减肥也没健身肌贴 早上喝牛奶或者豆浆鸡蛋 然后就是这些什么都可以随时吃 然后中午吃一两米饭 这就是孙岩买药了 买完药已经给她处理食谱 孙岩子的孙岩那是真听话呀 严格的按照人家的要求 和减肥药相比呢 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这个盘 盘厉害吗 就是盘能减肥 你怎么就是搞这盘吃饭就不长药了 早上能不能跟我吃的一样啊 你这我也坚持不住 你这天天吃大鱼大幼的 我们像羊活的呀 我吃什么大鱼大幼了 你又吃床面又像啥又幼的 我就是你这杯 杯剪的 给娘多吃就不吃 稍微吃点辣椒 辣椒辣椒也不能吃 不好吃干豆腐 哎你这菜是什么好吃呀 那你那我也给你买个这个盘 天天给我吃一二 我给你买个这个盘 天天给我吃一二 没有你别你吃完我你别吃 我这是定料的 你干嘛不用吃 我是定料的 就是每天你 这我的小牙色都是属出来的 嗯 我马给我整的这个 我吃放的面也不是好东西啊 那这玩意 这玩意肚呢 这里面放的面然后就上肠 你的手背拿走别碰 你的手手不行 怎么样 你这不多恶心啊 我就罵这厨 天天你就是老动员 你就给我吃一样的不行吗 我说不要跟吃一样的 你以为你挺瘦呗 怎么了 你一个月就按照你这么吃瘦五斤 一年瘦六十斤那也行吗 晚上的时候我就看虽然给你聊尾线 哎就是寄了骨肉的也瘦了老长时间了 没过多长时间 寄了就来找我了 怎么呢 就是被人骗了 你被你骗还是谁被人骗 我被人骗 然后呢 你说他告诉我不能吃这个 不能吃那 下然后说水果一天就吃那几个 反正说过了几点不能吃饭 然后早上又喝了 然后刚然后来说那个网上再稍微运动一下 我说那一个月能收几斤呢 吃对对对 都说能收五斤 我没洗的今天 给我饿了 不要我吃饭 让我运动 我怎么不吃这玩意 我也能收五斤呢 哈哈哈哈 愁下时长 老公你做孝战吗 我不知道 你连孝战你都不知道是谁 我刚还跟我姨客服了老长时间 我就我一说孝战是谁 我就跟她说孝战是谁 咋老三 然后演什么孝战能给你钱呢 孝战能给你钱啊 不能呀 那你给我说的你就不能你就没有喜欢你 女明星吗 我没有 我真没有 那你在那给我说她谁笑她呢 那你 只喜欢我一个人呢 也太苦了 还过过过过过哎我喜欢你一个人滚